另外再带您看到台湾观光学院17号上午在芙蓉饭店办理乐林大学结业成果站 那么呢这个乐林的学员每人平均是有60岁 所以合计大约3600岁 今天是特别以平常在课堂所学的舞蹈表演彩妆秀等等 展现出乐林长辈退而不休持续学习的生活态度 台湾观光学院17号上午在芙蓉饭店举办了乐林大学彩妆变装的成果展活动 由于台湾观光学院乐林大学是全台湾引法族教学最具指标性的课程 代理校长说台湾观光学院乐林大学每一年的成果展都吸引民众目光 希望在未来也将积极争取更多的活动让乐林长者来学习 乐林办到今天台湾观光学院真的很荣幸能够邀请各位大哥大姐姐们来进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那你们也很顺利的在刚刚听燕子主任的介绍底下 有一些同学是今年的新同学 有一些同学是老的学长姐 那今天还有我们的有梅姐姐也回来作为这个资深前辈来看一下大家 那我很高兴的代表台湾观光学院欢迎大家 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课程里面能够共同的分享 共同的学习 共同的乐在生活 拥有你们最美好的乐林生活 乐林学员每人平均60岁 所以合计是3600岁 今天特别以平常在课堂所学的舞蹈作为演出 展现出乐林学堂的课程丰富内容表现 乐林大学其实从这8年来 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 其实我们让55岁以上的高龄者来这边学习 所以呢 这几年已经培养了大概将近400位的 这些的高龄者来这边做一个学习 那我认为我们的目的是希望高龄者 不要因为他已经退休了 或是已经年纪比较大了 就躲在家里不肯出来 而是能够进到校友里面 利用学校的一些的设备 学校的优良的师资 来学习各种不同领域的课程 来我们乐林的全国展的时候 我都发现我回去 揍文就多了很多 因为这边欢笑不断 真的欢笑不断 所以呢 我相信真的 他真的叫做乐林大学 对不对 对 台湾观光学院乐林大学 由于课程的安排内容相当丰富 吸引了许多花莲县内的 影法族朋友热情的报名参加 每一学期都超额报名 从101年开始招收学员 到目前已经有400多位长者来参加 每一位学员都表示乐林大学 改变了他们在生活上的态度 而带给他们的更是积极的人生 记得林杰花莲市 采访报道